好了同学们 我们回来继续上课 上节课在课间的时候 我给大家布置的作业是 大家要把内涵 一定要再给自己讲清楚 弄明白 为什么 未来做题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这个节奏来 不能开倒车 先搞清楚内涵定性是什么 再搞清楚 在定量金额上的影响 怎么体现 这个思路 这个阵脚 咱们绝对不能慌不能乱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利用一些的例子 给大家说一说 这些认定呢 我们怎么去运用它 怎么样的 把三分熟 咱们先变成五分熟 大家接下来的时间 跟我来听一些 实实在在的案例 首先 第一个案例 说注册会计师 审计被审计单位假公司 2021年度的财务报表 竖起耳朵 认真听啊 第一个例子来了 说注册会计师 在审计的过程当中 发现 假公司本年新增了一个大客户 认真听我的措辞啊 考试也是这样子的 人家出题人 惜字如今 给你每说的每个字 都是要引起你的关注的 我刚才说是大客户 什么叫大客户呢 说这个客户 一签约 就在2021年为假公司 带来了 2000万元收入的增长 注册会计师 保持了职业怀疑 于是做了一些工作 这个工作是 去调取了这个大客户 在国家相关的信息信用平台上 公布的企业信用数据 发现这个客户 是2021年10月份 新成立的一家公司 而且留意到 说注册资本只有50万 好了 小郑老师的故事讲完了 故事就到这儿 接下来的难题留给你们了 如果你是这位注册会计师 你来告诉我 说就这个故事而言 你能够发现 什么认定可能会存在一些 重大挫暴风险呢 什么认定会让你认为 有些问题呢 那个问题是什么 咱们来分析 第一个 大客户 收入显著的增长 可是这个大客户 买了这么多的东西 有2000万的东西 可是他的成立时间却非常短 一个刚刚成立了 两到三个月的小公司 就买了2000万的大单 况且这个公司 他的注册资金才50万 我就会认为说 你这个收入是真的吗 是不是有可能 临近年底了 你在利用这种虚假的手段 在突击确认收入 想要掩盖一些非法的目的呢 这就是我的合理怀疑 于是我可能会认为 与之对应的营业收入 它不是真实的 它可能是虚构的 这叫做定性 发现了吧 我们把这个例子已经定性了 定性就是收入 有可能不真实 有可能虚构 转化成认定的语言 叫做营业收入的发生认定 可能是被违背的 可能是存在重大挫暴风险的 所以锁定了 是收入的发生认定 老师你没谈过金额 是的 你认真听啊 蒋老师从来没有跟你谈金额 为什么 因为先定性再定量 那谈到金额的话 如果它真的违反了发生认定 那就证明营业收入的金额会被高估 没问题吧 最后咱们在这儿画个句号 这个问题解决完了 难度大不大 不大 但是这个故事啊 很新颖 很实物 考试这两年就像出给你出这样的题 他出的题呢 可能会比这个再稍微弯弯绕绕一些 可能给你列一些小的表格 给你写些信息 然后让你自己去发现 这个客户是新成立的 注册资本也不高 但是对收入的增长却异常的迅猛 所以你会认为说 不正常 可能是假的 有同学可能会反问 说老师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这个戴着有色眼镜看人啊 这把人家都看扁了 谁说50万注册资本的小公司 就不能够去成2000万的大单呢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的心不就坏了吗 你不就跟那个刘中一样了吗 你怎么不把人往好处想呢 你注意啊 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 我是要反对的 因为你千万不能带着这样的思路去做题 咱们注册会计师 咱们一定要保持风险意识 不是说他一定错 不是说他一定是假的 不是说他一定是肮脏不堪的 而是你要带着风险意识 可能有这样的风险 可能有这样的苗头 这就是我们要去讨论的问题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哎呀他是个好人 我要心存善念 不能这样想 一定要想的是 我要保持职业怀疑 大家立场立稳了 然后再来听第二个例子啊 第二 说我在审计被审计单位假公司的时候 我发现 说假公司 他的一项专利权 已经过了保护期 过保护期不要紧 关键是竞争对手 他一军突起 研发了新的技术 导致我们这项专利权 未来生产的产品 很可能卖不出去了 这个专利权的价值 很可能要丧失了 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接下来就问你 从这个故事当中 你能够秀出什么样的风险 在这个故事当中 可能有什么样的事情 会引起你的警觉 咱们思考啊 专利权 在会计上呢 我们把它叫做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如果过了保护期 不再会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 市场上可能会仿制 假冒 恰逢此时 竞争对手又推出了新的专利技术 抢占了先机 导致我们的专利权 很可能丧失商业价值 这是故事的背景 如果此时我们注册会计师 再过去一看 说我来看看财务报表上 利润表上有这么一个项目 叫做资产减值损失 这是利润表当中的一个项目 你注意啊 咱们现在在讨论的是利润表 对吧 而这个项目当中 我会发现 无形资产相关的资产减值损失呢 今年的发生的金额是零 那我就会非常敏锐的读出一个讯息 就是与这件事有关的资产减值损失 你根本没考虑 换言之 这件事情的影响被你忽略了 被你隐瞒了 被你遗漏了 那于是我就会认为 资产减值损失它不完整 你应该计题却没有计题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认为说 资产减值损失的完整性认定 存在重大挫暴风险 或者有可能违反资产减值损失的 完整性认定 这第二个故事 你好 审计就是这样的 什么样的故事都能够听得到 这也正是它的魅力所在 可能也是考试的难度所在 第二个咱们说到这 一定要细细品啊 要深度思考 大家可能想问 说老师为什么不讨论无形资产啊 你别着急啊 咱们现在讨论的是利润表 等到了学习完了资产负债表之后 咱们把这个例子呢 再回过来看一看 把资产负债表的咱也补上 咱们现在就专注于讨论利润表 这样的话呢 学习会更简单 一步一个脚印吗 来听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告诉你说 说我被审单位啊 我喜欢搞一些股票的投资 从哪投呢 从二级市场上投股票 投资了股票之后 我把它们核算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这个时候啊 很多同学可能就有点抓狂了 会说 小薰老师啊 我其实会计呢 已经学的忘的差不多了 基础呢 也一般 什么叫交易性金融资产 我根本不记得了 影不影响我学习审计 我个人认为啊 不影响 你跟着我听故事就行 刚才小薰老师告诉你说 这东西是股票 反正你记住 股票核算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怎么计量呢 那你也清楚啊 股票嘛 市价嘛 公允价值来进行计量 公允价值如果上升了呢 那就是公允价值的变动收益 如果下降了呢 那就公允价值变动的损失 就这个简单的道理 在计算期末公允价值的时候 交易性金融资产 到底金额是多少的时候 本来在上一次计量的时候 股价 5元每股 我买了100万股 500万 到本次的时候啊 认真听 我计量的时候是6.5 买了100万股 650万 那其中我会发现 有150万的增值 这个增值的部分 我认为叫做公允价值变动的收益 然后呢反映在我们的利润表当中 是一个项目 好了 现在注册会计师留意到 说这个6块5是哪来的呢 贝奇那位告诉你说 说这就是当天股票的收盘价呀 注册说不对吧 你上那个 证券交易所那些网站上 你去看一看 当天你这只股票 把那个股票代号一输 这个收盘价明明是6块4啊 6块3毛5啊 为什么你写6块5呢 贝奇那位告诉你说 哦 算错了 日期看错了 参数找错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问大家 什么项目 什么认定 可能存在重大错报风险呢 这个可不难啊 我们在上节课就讲过 这叫做这件事是真的 这件事也没有被刻意隐瞒 刻意遗漏 只是不小心在计算的时候 算错了 参数有问题 数据出了披露 导致计算结果不准确 那因此我们可以说 这叫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它的准确性认定 存在重大错报风险 或者违反了准确性认定 好 这个是容易判断的 然后在这里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你开倒车 这事儿你就会做错 开倒车的同学的思维方式 是什么样的呢 你看他会这么想 他说题目说了 说这个收盘价写错了 不是6块5 应该是6块4 如果是6块4的收盘价 那么股票的价值 应该是640万 如果是640万 公允价值增值的部分 不是150 而应该是140 可是呢 这家被审认单位 恬不知耻的把140 写成了150 给我在这儿高估了10万元 高估10万吗 哦 高估10万 那就是违反了发声认定 这就错了 为什么 你在倒推 你说高估 高估写在第一行的 当时往回推就是发声 不对 发声指的是真实发声 不虚构 人家是不是真实发声的呢 有没有虚构呢 没有 那股票确实在增值 钉就是钉 锚就是锚 可是我在算的时候 不小心算错了 所以它的内涵 不是说虚构 或者说不是主要在说虚构 而它主要的落脚点 应该是计算有误 所以此时 大家应该写准确性 会更稳妥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一定不能开倒车 简单的例子 一定要立准了 后面复杂的案例 你才能够立得准吃的头 所以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搞清楚这一点之后呢 咱们再来看第四个例子 这个例子稍微有点复杂 你还是要认真听 说被使用单位 为了搞推广 认真听啊 推广 搞营销 在2021年的时候 向销售人员 向销售人员 出借了500万的备用金 500万这大手笔 不是一个销售 一堆销售 假如说每个销售 50万元的备用金 到海外去拓市场 搞推广 发生一些营销的活动 总的 比如说500万的备用金 公司的目标是 这些钱用来搞推广 用来搞营销 然后我们会发现 到了2021年12月31号的时候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这些销售人员没法回国 手里拿着一塔发票 说营销也做了 推广也做了 活动也做完了 就是咱们回不了国 没有办法按时提交报销 那实际上这些备用金 在会计的角度 仍然是一笔其他应收款 公司应收员工的 可是如果把发票交过来呢 这些其他应收款 就应该是当期的销售费用 对吧 可是截至到2021年12月31号 甚至2022年 头那么一两个月 大家还是没回来 发票还是没有按时提交 好了就这件事 接着来问大家了 它的风险点在哪 它有可能违反了 什么样的认定 你要读清楚这个案例的本质 先定性再定量 怎么定性呢 销售这些事 这些活动 这些费用 它已经真实发生了 它被隐瞒了吗 没有啊 被遗漏了吗 没有啊 人销售人说 哎呀真的发生了 就这么多 只不过我回不了国 交不了发票 报不了销 公司没有办法及时处理 它算得准不准的 发票也没错 钉钉毛毛都没问题 可是问题就是 它没有确认在2021年 什么时候回国了呢 比如说1月15号回国了 2月15号回国了 那进而 财务人员把它放在了 2022年的销售费用当中 行还是不行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 全责发生制 这些营销活动 为的是2021年 只是发票在2022年 提交回了公司 做了冲销 那绝对不能发票导向 说什么时候看见发票 我什么时候做账 这肯定是不对的 费用该发生在哪 那就是发生在哪 所以如果你这么做错了 就会导致这些销售费用 它的确认时间被推迟了 从2021推迟到了2022 事实上 它应该确认在2021年 不应该跨期 所以它就发生了 21年跨期到22年 那么这件事 对21年报表的影响就是 它有跨期行为 所以它影响的是 销售费用的截止认定 你看啊 讲完这个大家都听懂了 然后我再次提醒 各位小伙伴 千万不要开倒车 因为一开倒车 这就容易出错 你看我再给你模仿一下 开倒车的同学会怎么想 500万的销售费用 应该确认在2021年 可是2021年 一分钱都没记 2021年被低估了 低估吗 小庄老师说过 低估 完整性认定 咚写上去了 一看答案 傻眼了 错了 丢分了 问题出在哪呢 他在开倒车 他认为低估 就是完整性 不对 一定要先定性 再定量 所谓的低估 所对应的那个完整性 人家强调的是 这件事有没有被隐瞒 被遗漏 有隐瞒 有遗漏 有这种刻意的 非要去把这件事情 忽略或者隐藏的事实吗 没有 人家没想隐藏 人家担心的是 没有确认在正确的期间 这才是本质 有的人又站出来说 老师 他到了2022年 没有在2021年 那不就是在2021年 这个被隐瞒了吗 你绝对不能强词夺理 一定不能钻牛角尖 不能搞文字游戏 一定要准确理解 认定的本质和内涵 人家指的刻意隐瞒 被遗漏了 指的是 在相对较长的这个时间之内 这些事都没有被确认 没有被提起 被尘封了 被忽略了 而很显然 人家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 就把这笔费用寄过来了 因为是人家回国了 发票已经提交了 所以你说隐瞒一漏 有点说不过去 真正的定性 应该是说他跨期 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吧 做题的时候 再说一遍 千万不能开倒车 否则的话 就很容易出错 而且一定要准确把握 各项认定的内涵 千万不能自说自话 更不能钻牛角尖 更不能搞文字游戏 一定要准确把握 人家普遍的 大家的共识 是怎么认为的 换言之 你考试当中怎么写 最有可能得分 咱们就怎么写 好了 第四个 咱们也讲完了 我们再来讲最后一个故事 第五个 这个故事也好听啊 大家跟着我认真听 还是假公司 假公司销售一种产品 这种产品 关系到国际民生 别管是什么 国际民生相关的 你说药也好 生活的一些物资也好 还是某种政府推广的 什么新型燃料的汽车也好 反正这种产品 关系国际民生 受到政府的鼓励 卖多少钱呢 按道理来说 每件这个商品 应该是卖150万 可是政府说了 说为了鼓励老百姓 去买到这些 关系到国际民生的这些产品 鼓励大家去购买 使用这种类型的产品 政府给你限价 限价说 你卖的时候啊 最多一件不能超过120 给了指导价 而且必须要让这个卖 卖给消费者 可是企业说啊 假公司说啊 我亏啊 我这本来市场的价格150 你让我卖120 那差这30怎么办 政府说 没关系 如果你差的 按照你真实销售的数量 差额的部分 政府给你补足 假设今年 这种产品一共卖了10件 按照120万卖给消费者 政府补足多少呢 按差额补足 政府30万 乘以10 一共补了300万 然后 一笔钱 打到了咱们账上 就这件事 然后注册会计师发现 说这300万元 由于补偿的是历史上 已经完成的销售行为 于是呢 在报表上 被写单位 把它做出一项认定 叫做 营业外收入 300万 原因是因为 政府给了一笔 相关的补助 或者说 是其他收益300万 说政府就我们的日常销售活动 销售行为 给了300万元的补助 好了 这个故事讲到这儿 咱们讲完了 问题出在哪 如果你是注册会计师 咱们还是要把这个问题的本质 理解到位 你看啊 什么叫做政府补助 如果你们学会计 未来也会学 但是不学会计也没事 不影响大家学审计 你听小小老师 把这个故事给你讲明白就行 政府补助补助补助 它叫做无偿性 无偿性是什么意思啊 天上掉馅饼 咚砸咱头上了 把咱砸晕了 眼睛里冒猩猩了 白来的钱 这个地方插播一个 最近呢 我老爸拿我的生日 买彩票 中了一万块钱 这叫做意外之喜 这叫做无偿性 政府补助具有这样的特征 可是这个例子当中 你觉得它是无偿性吗 你仔细分析分析 本质啊 一定要深度思考 我这产品就应该卖150万 政府限价 说只能卖120 差额的部分 政府来补 那我问大家 实质上 这个30万 到底补的是谁 补的是咱们企业吗 这个补的是咱们企业吗 很好 我看到大家都在这评论区说了 补的不是咱们企业 补的真正的补助对象 应该是消费者 而对于咱们企业来说 我本身就应该按照150万元来进行销售 所以你补给我的这个部分 它不是我的意外之喜 不是我的意外之财 不是无偿性的补助 而其本质应该是我收入的一部分 同学们能够理解吧 好了 可是你呢 没有这么做 你把它确认为了营业外收入 确认为了其他收益 你认为这是一笔政府补助 是无偿性的 那就错了 而事实上 这300万元应该是营业收入 好了 那我问大家 从定性的角度 你把应该计入营业收入的 可是呢 给继承了营业外收入 继承了其他收益 这叫做什么 叫做串户了 所以我们要写 营业外收入 或者营业收入 它的分类认定 存在了重大挫暴风险 或者说 倍为倍了 好了 小伙伴们 12345 这五个例子 跟大家说完了 这五个例子 都有一定的深度 有一定的故事情节 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实物性 但是大家呢 要训练 因为经过这样的训练 咱们才能把三分熟变成五分熟 拿着五分熟的东西 未来呢 大家学的时候 心里才有底 而且一定要记住我说的话 先定性 再定量 做题学习时 绝对不能开倒车 一定要把这个话记在信上 平时的时候呢 再去运用 好了 这五个例子听明白了之后 我觉得啊 这个阶段 利润表相关的认定 学到这个层次 OK了 咱们可以点赞了 可以过了 学完了之后 咱们站在这个基础上 咱们再往后看 咱们来看 资产负债表相关的六项认定 这六项认定呢 我要跟大家讲啊 首先就是 大家按照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思路 先排除一个 是不是考试都考呢 不是的啊 是六分之五 这六分之五 一二三四五千八五个 咱都得学 而且也学得透透的 最后一个叫列报 什么叫列报 别管是资产 还是负债 还是所有者权益 在报表中的劣势 或者在附录中的批注 那这些叫做列报 可是考试呢 十年就考过一次 还是早些年考的 我没记错 应该是2012年的时候考过 过去已经十年了 如果再过一年啊 这十年呢 2012年那年是 这个打着引号的世界末日 对吧 已经过去十年了 之后呢 没有再考过列报认定了 所以这个咱们简单了解 这就行了 等一下我也不专门说了 他所讲的就是 把事说清楚了 别人能够理解 能够看明白 所以我们重点说 一二三四五 前面五个 这五个同样的 我不读一遍了 因为读一遍 意也不大 还是用刚才的方式 咱们认认真正的来理一遍 每个认定的确切含义 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到利润表 有六项 资产负债表也有六项 咱们重点学五项 这五项当中 学的思路完全一样 第一个 认定的名称是什么 这个呢 我要求大家是背下来 第二步 你们跟我一起说吧 干嘛呢 能不能上来 就说金额 就说高估 就说低估 能不能 你也懂了 不能开倒车 咱们上来之后要定性 所谓的定性指的是 一定要把内涵搞清楚 接下来 我们再去定量 再考虑 如果被险单位假公司 违反了这项认定 将会导致 在金额上 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有可能被高估呢 还是有可能被低估呢 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把握 好 第一项 在资产负债表当中 非常非常重要的认定 我们把它叫做存在 圈一一写下来 存在 然后大家跟我想想 利润表当中的第一项 叫什么来着 还记得不 第一项叫做发生 可是在资产负债表这 谈资产 谈负债 谈所有者权益 我们去提的是存在 什么叫存在呢 比如说 大家能够看得到 我现在在写版书 这后面有电子黑板 前面有呢 我们的笔记本电脑 这是一项资产 我说这项资产是存在的 什么意思 不是假的 不是虚构的 不是无中生有的 它真真实实看得见 摸得着 确实存在 我们说一项专利技术 它虽然是无形资产 如果我们说它是存在的 那叫确有其事 确实存在 真实存在 没有虚构 发现了吧 是不是跟发生认定 本账是相对应的呀 那大家想问 那都叫发生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你非要那叫发生 这叫存在呢 不是故意 给我们找麻烦吗 老师我考试之后 能不能混着写呢 你注意啊 我在这明确的告诉大家 存在就是存在 发生就是发生 首先不能混着写 混着写给不给分 不给分 他说老师我判断对了 我好高兴啊 为什么最后我没过 59.75分 我那0.25分差在哪了 我告诉你啊 差在这了 你写成了 固定资产的发生认定 营业收入的存在认定 你写混淆了 有分吗 没有分 为什么 这叫名字 就像我叫金心松 你不能给我改名字 说金心梅 金心蓝 金心菊 梅蓝竹菊 说跟松不是一样吗 不行 刘忠 你不能叫刘东南西北 碰发财 这不行 不是打麻将 那是人家的名字 我就叫金心松 所以它就叫存在 那个叫发生 所以不能写混了 明白了吧 所以这啊 我重点提醒 不能写混 那为什么要提醒他 不要写混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内涵跟刚才是完全一样的 所谓的资产负债是存在的 指的就是 它是真实的 而且 它没有被虚构 如果大家呢 喜欢咬文嚼字 喜欢品一品 这个谴词造句背后的 语言习惯 措辞魅力 你会发现啊 其实它有道理 因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呢 翻译呢 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说一件事 那叫这件好人好事 已经发生了 对吧 或者说这件不太好的事 已经发生了 咱们想想怎么补救 如果你说一项资产 说这个设备 一个实物 它是真实存在的 不会说发生 就是一个语言习惯 当然英语当中也是一样的 我刚才说过 认定呢 是全球通用的语言 所以这个其实本质上 就是语言习惯 也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有没有特别深奥的原理呢 没有啊 就是语言习惯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 如果它违反了存在认定呢 说这项资产 是虚构的 这项负债 不是真实的 那么就会导致 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上的 资产和负债的金额 被高估 高估之后呢 我就简写写一个G啊 代表高估 好了 第一项咱们就说完了 你看有了前面的基础 这就特别顺 是吧 第二项 第二项啊 有意思了 就那个地方叫完整性 咱们这呢 也叫完整性 老师这个时候 你怎么不给我 整出个别的名字呀 审计学家不是很厉害吗 You can you up 是吧 你能以上 你到这给我们也换个名字呀 那个地方你喜欢换啊 发生发生存在存在 这怎么不换的呀 没办法词穷了 因为不管是收入费用利润 利得损失 还是我们这边的资产负债权益 那没有低估 没有遗漏 没有被忽略 没有被隐瞒 这些事啊 用完整来形容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它的内涵是 注意 没有隐瞒 没有遗漏 你说资产负债 说收入费用都OK 没问题 接下来 如果完整性认定被违背了呢 那么就会导致相关的资产和负债 在报表当中 我们列市的那个金额就会被低估 所以大家注意 它在定量上的影响是低估的 这是第二 叫做完整性 第三 这个地方啊 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名字啊 跟我们平时学的不一样了 跟刚才学的一点都不一样 它是资产和负债所特有的 我们把它叫做权利和义务 你看 这个词也是两个词构成的 第一个词叫权利 第二词叫义务 那你想想啊 我们喜欢说资产负债 那么一般来说权利指的是谁 义务指的是谁 你们都明白啊 比如说 我控制一项经济资源 那叫我的资产 这叫做我对这项资产 享有权利 刘忠欠我一百万 叫做他有偿还的义务 对吧 所以一般来说啊 权利更喜欢说资产 义务呢 更喜欢说负债 那么这个认定是什么意思啊 他强调的就是这些资产和负债 他的权属归属问题 那么说到权利 叫做这项资产 他可能是真的 他没有被遗漏 可是他呢 必须要归我所有 所以写在这 叫做归我所有 那负债呢 他记在了我的账上 两百万元 那就确实代表了 这个负债 如果他是真实的 不是假的 也没有被隐瞒 忽略和遗漏 他记在我这 那就必须要 由我承担 所以接下来再写四个字啊 叫做由我承担 这就叫做权利和义务认定 例子你也不用着急 我等下给你举 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和实物案例 但这个道理 你必须要先听明白 听明白之后 我问 如果违反了呢 举例 一批存货 我把它记在了我的账上 记在了我的报表上 给人家报表使用者 传达了一种意思的表示 就这东西归我所有 实际上呢 被查封了 被扣押了 权属有重大的瑕疵 这些货虽然是真实的 不是虚构的 不是无中生有的 可是 它在权属上有瑕疵 它可能不归我所有 这叫违反了权利认定 那么如果违反这个认定 你报表上写的那个存货呢 有瑕疵 很可能就不能列在你的报表上 那么金额可能会被高估 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那同样还有 本来是归我所有的 我既存在别人那儿的 这些存货也是真实存在的呀 可是我却因为它既存在别人那儿 暂时保管在他处 我就没有把它算作我的存货 这也是一种认知上的偏差 不是说这个存货是假的 我也没有想要隐瞒它 确实我也有清单 我也给了注册会计师 我没有隐瞒 只是说这个东西存在他处 我就造成了错误的认知 认为不该是我的存货 错了 因为你想有对它的权利 负债也是一个道理 所以你会发现 有可能会被高估 也有可能会被低估 对吧 都有可能 只要你没有把权属关系 搞清楚弄明白弄透彻 那么对金额的影响就是 可能高也可能低 这是第三 权利和义无认定 好听明白之后发现 它是特有的 特有的叫单独计 但是也好计 资产享有权力 负债承担义务 资产归我所有 负债由我承担 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有笔负债它是真实的 也没有隐瞒 没有忽略 可是呢 是我的关联方的 却记在了我的账上 那叫做这个负债 不应该由我承担 它不是我承担的义务 虽然它是真实的 虽然没有隐瞒它 可是它不该由我承担 那叫做 违反了权利和义无认定 这是第三个 我们再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名字特别长 这个我打个小信号 为啥呢 因为大家如果不认真听 平时不认真写 不拘小节 考试就容易写错 你看这个名字叫什么 先写三个字 叫准确性 这三个字呢 在利润表当中咱们见过了 接下来啊 我说一下 小林老师你在这弄的啥 顿号 你不能漏了 你也得写顿号 后面叫做计价 然后和分摊 这名字很长 我以后讲课呢 我喜欢把它简称为准计分 可是你在考试的时候 你得写全称 你别很高兴过来说 小林老师 那个综合题我会做啊 我写了一堆准计分 我说你写的就是准计分 这三个字吗 他脸上洋溢着 骄傲的笑容 是的 没错 就跟你平时说的一样 完了 我这个心啊 已经瓦凉瓦凉的了 你绝对不能写简称 还有的同学说 老师我写了 我写的是准确性计价语分摊 行不行 一个道理 留中就是留中 不是留东南西北风 那是人家的名字不能改 必须写和 千万不要在这种小的地方栽跟头 准计和分 写准了 提醒完这个之后呢 咱们来说什么意思 准确性啊 这个好解释 刚才学过 计算55没有差错 资产也好 负债也好 那个账面价值计的没算错 这叫准确性 为什么还要带个计价和分摊呢 因为在资产和负债的计量当中 对计价和分摊它会有一些特定的情形 密切相关 比如说计价 那账面价值当中 涉及计价的问题 比如说入账的价值 初始确认的金额 把什么样的项目 进入到存货固定资产的成本当中 我从银行借的钱付的利息 能不能把它资本化 到我们再建工程和固定资产的成本当中呢 这叫计价 这个也好理解 关键是什么叫做分摊 分摊这个词 在会计当中不是这么专门这么说 但审计当中啊 它所引的就是会计当中几个概念 比如说折旧 比如说摊销 固定资产折旧 无形资产摊销 使用权资产折旧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哦那它影响的都是分摊这样的一个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 我需要给大家重点提示的 就是减值 因为大家都学过 说当一项资产 在计量它的账面价值的时候 比如说固定资产 是账面的原值 减去累计折旧 看折旧有了 再减去 已经确认的减值准备 你看 减值 它也影响计价和分摊 它影响账面价值的计量 所以这个地方 有这么三个需要大家注意的关键词 减值 折旧和分摊 那这也就告诉你做题的窍门了 如果未来考试当中有题目 明显就是在说减值 就是在说固定资产的折旧 无形资产的摊销等等 你必须要想 这件事 它可能和准计分认定 最为密切相关 所以各位小伙伴 它的内涵就是 它的账面价值的计量 调整 摊销 减值 这些是无误的 账面价值的计量 呈现 它是准确的 所以这就是它的内涵 而且这个内涵 一定要把它延伸开来 要理解到位 就是影响这个内涵的 往往就是 简直 折旧 谈销 考试也最喜欢考 这是重点 好了 我问大家 如果 违反了这个认定呢 那账面价值 是高了 还是低了 大家可以跟我想想 比如说简直 该提的没提 该提多的 你提少了 那影响这项资产 账面价值的准计分认定 说到金额上呢 金额本来应该少一点 结果你多了 那叫高估了 有没有低估呢 有啊 有固定资产折旧 你本来应该多折一点 可是你少折了 或者少折一点的 你多折了 那这种 要不然高估 要不然低估 所以可高可低 对吧 有可能是高估 有可能是低估 这是第四个 准计分 说完了 再说一遍啊 名字计准了 最后一个第五项 第五项呢 我跟大家说 叫做分类 分类这里 跟刚才一样 没有创户 没有把应收账款 写在其他应收款里 没有把应付账款 应付账款 写到其他应付款里 没有创户 那么进而 在金额上呢 也是 如果要违反 它可高可低 好了 老师分类 这么快就讲完了吗 在这地方有玄机 我在这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个地方 我们资产负债表相关的 一共六项认定 除了前面讲的 12345 还有我刚才给大家说的 不要求大家重点关注的猎豹 我们全都说完了 猎豹呢 大家不用专门掌握 然后下面 我再给大家减减负 减负就是 我们拦到这儿 拦到分类以上 1234 这四项 六分之四 我需要大家 认真掌握 吃透 而且未来 一步一步要弄到全熟 可是 从这以下 猎豹认定呢 是因为他不考 考试的频率非常低 而且呢 也不是特别好考 所以呢 大家一般了解即可 分类认定呢 是我讲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个在我们国家的准则体系 和国际准则的体系当中 没有被承认 但是我们的教材 把它收录在这儿了 收录在这儿呢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大家如果把一项资产创户了 到底是写分类 还是写存在和完整性呢 这就是一个问题 你必须要面对和解决 那我对这件问题的 我的观点 和我向业内专家求证的观点 与监管机构的知名专家 讨论的观点 再加之 对注册会计师官方考试 公布真题答案的了解 这么多个地方 都没有用资产负债表的分类认定 所以我给大家的建议是 虽然课本上咬了 咱得解 咱得学 得放在这儿 可是考试的时候 我不建议你写分类认定 也就是说你脑海当中把它过滤掉 资产负债表的你不要跟我谈分类 因为国际准则 我们国家的准则体系当中 确实也没有资产负债表的分类认定 说老师我就想有行不行呢 其实可以 等到哪一天呢 等到你功成名就的那一天 你成为审计学家 你有了话语权 你说改写这段历史 我要创设出我的理论 我就要回资产负债表 弄一个分类认定 行不行呢 因为认定这个事 它其实不是真理 只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种用法 可是在现行实物当中 资产负债表大家普遍不用分类认定 不用 任老师利润表用不用 利润表用 为什么 约定俗成的习惯 准则现行的体系就是这样的 所以教材把分类认定放在这儿 很鸡肋 真题当中出来之后 也不让你写分类认定 人家写存在和完整性 所以各位同学 学归学 但是请大家停在这儿 未来考试 你听我的 写存在和完整性 等下我会专门给你举例子 而分类和列报 一个简单了解 一个资产负债表相关的 大家就让它随风而去吧 最后我再提醒一句 我说的是资产负债表相关的分类认定 利润表 分类认定 不受这个的影响 因为约定俗成 利润表当中喜欢说分类 但资产负债表当中 大家往往不提分类认定 明白了吗 一定要听清楚 好 听不清楚 没关系 咱们利用例子来给大家做阐述 我们先来举第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又是大家喜欢听的故事时间 所以呢 大家跟着我还是听故事 同时呢 熟悉这种实物情景 然后一定要做到深度思考 要明白 我们说的这个认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刚才我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咱们再拿出来 再说一遍 这个例子是说 说我们注册会计师审计甲公司 甲公司本年新增了一个大客户 带来了 营业收入2000万的增长 注册会计师在公开的信息渠道当中查询 说这个客户是21年的10月份 才刚刚注册成立的 注册资本只有区区50万元 好了 就这件事 咱们刚才怎么讨论的来着 先定性再定量 定性的角度告诉你说 说营业收入 它可能是虚构的 所以是营业收入的发生 那接下来我问大家 这件事情我让大家再往开了去想 想想跟资产负债表有没有关系呢 有啊 因为咱们会计记账叫 富氏记账法 叫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你确认营业收入的同时 一定会确认一项资产 如果是限销 那给的是钱 如果是奢销 那给的是应收账款的权利 好我问大家 就这个案例背景 你说是限销还是奢销啊 如果足以引起注册外市这样的怀疑 有没有可能是限销 有啊 但是概率不大 为啥呢 如果是限销的话 可能一定程度上会打消你一点顾虑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 现在呢恰好是奢销 2000万还没给呢 收入已经确认了 而且这个客户又疑点重重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在奢销的情况下 我会同时认为应收账款 它的存在认定 有重大挫暴风险 为什么呢 因为应收账款这样权利可能是虚构的 可能不是真实存在的 大家能够理解吧 所以你发现了 每当我们写一项认定的时候 往往是富士记账法 我们要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抖 那你写的那个项目到底是利润表的 还是资产负债表的呢 你得搞清楚弄明白 脑子不要混淆 然后进而再把准确的认定写出来 我问问大家 我能不能写应收账款的发生认定啊 不能啊 咱刚才说过 这是人家的专有名词 人家的姓名 存在认定他配有单独的姓名 所以你不能写混了 那然后我再问大家 这件事一定要先定性 再定量 不要开倒车 否则开倒车的思维习惯 很容易让你出错 好这个案例咱们说完了啊 这第一个 什么叫做资产负债的存在认定 第二个 第二个例子啊 稍微复杂一点 咱们换一个 大家跟着我认真来听一听 仍然是审计假公司 然后注册会计师 在检查假公司存货堆放场地的时候 认真听啊 发现的一批存货 跟别的存货长得不一样 不一样什么呢 新鲜一点 他就问了 说这批存货 纳入到你们盘点的范围了吗 有没有记在你们的账上呢 被谁那位假公司告诉你说 没记 没有确认 你说为啥不确认啊 这不是货不都来了吗 我刚才看着你都在那个签收单上签字了呀 怎么能不确认呢 假公司管理层和相关的财务人员告诉你说 说原因是因为货到了 但是票没到 所以我写在这 叫货到票未到 因此 在21年12月31号的时候 我们没有去确认这批存货 而且我们也没给对方付钱呢 发票也没有 钱也没付 所以没认 助作怪事接着问 说那你们什么时候认呀 假公司告诉你说 说不用着急啊 过两天发票就来了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 你发现在2022年1月15号的时候 发票来了 进而假公司把它确认为了自己账上的存货 好了 就这个故事 大家跟着我分析分析 问题可能出在哪呢 影响什么样的项目 什么样的认定呢 开动脑筋 第一个问题 货到了 而且刚才小金老师讲的故事 有声有色的告诉你说 他已经签收了 签收意味着什么 接收了这批存货 归我所有 我控制了 那应该确认为存货 他认了吗 没认 他为什么不认 他等发票呢 可能是思维习惯还比较老的老会计做的 他就看发票 不看实质 那就错了 看发票认 那你本来应该在现在认的 但你却把它放到了 2022年才去确认 那就2021年12月31号这一天 你的存货余额呢 很显然不完整 对不对 所以他影响的认定 先写在这儿 存货的完整性 刚才说过 富士借账法 有借币有代借贷币相等 存货一方面不完整了 刚才还有一个细节 人家说没付钱呢 那你没有认存货 进而肯定没有应付账款 所以应付账款 同上也不完整 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例子 好了啊同学们 这个例子啊很有说头 你可以认为它很简单 如果你因为它简单 那就说明你没有想得很深 如果你想得深就认为它一定不简单 为什么 深度思考 我问大家 想要是我怎么记得 这样的故事 今年没认明年认 这不是推迟吗 这样的故事 在你刚刚讲的那节课当中 不就说过吗 它叫截止啊 所以我能不能不要写完整性认定 我写一个存货 和应付账款的截止认定呢 可不可以 行不行 你写了 那就错了 一分都没有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咱们现在在讨论的是 存货和应付账款 它是资产和负债 而资产负债的相关认定当中 我给大家讲过 不能写截止 因为截止是利润表相关的 老师太教条了吧 太苛刻了吧 好烦啊 我告诉你没办法 为什么 因为通用的语言就是这样 大家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理论和习惯 你没有必要说非要一枝独秀 大家就尊重彼此 潜词造句的习惯 去使用认定的理论体系 这就行了 但如果你想问我 老师认定是世界当中 亘古不变的真理吗 我告诉你不是 它只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习惯 只是前人走的那条路 你当然可以另辟蹊径 但是只有你走 大家都走那条路 只有你走的后果就是 你跟大家不同频 坐在同样的考场上 打着同样的试卷 你的答案格外的突出 也格外的不能得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认定虽然不是真理 但是它是大家使用的习惯 一定要按照约定俗成的来表达 没有的你就不能写 所以各位小伙伴 能理解了吧 好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例子 然后我们再来说第三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呢 我们不展开分析了 刚才讲过啊 比如说谈到权力和义务认定的时候 权力指的是资产 由我所有归我 负债由我承担 我偿我来偿还 所以如果你把本不属于自己的存货 放在了自己处 或者你把本不该承担的负债 由自己承担 代官联方承担 那这种就违反了权力和义务认定 所以第三个例子 刚才说过了 我们就不给大家再展开详细叙述了 然后最后我再给大家减个负 我说一下权力和义务这个认定 它呢重要不重要 它挺重要的 它是正牌 它跟那个猎豹 跟那个资产负债表相关的分类认定不一样 它是正牌啊 它有头留脸的 有门有面的 然后定义的清清楚楚的 没什么争议的 可是呢 它不喜欢考 在过去的十年间 权力和义务认定一次都没考过 就是这样的频率 我们翻了所有的卷子 我也讲了这么多年课 一次都没考过 所以啊这个 大家说老师我掌握到什么程度呢 我认真说一下 你认真听一下 只掌握到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的程度 这就行了 以后也不用深究了 因为它考的概率特别低 基本上不会直接命题 所以这个了解即可 但是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 上面讲的这两个 这都需要大家重点掌握的 没问题 我们继续 第四个例子 第四个例子 我给大家说一个新故事 来认真听 说假公司 他2021年的时候 销售一批货物给义公司 义公司是假公司的重要客户 多年来一直合作状况都比较好 可是今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老师你怎么总说这个 因为这两年考试啊 特别喜欢以新冠肺炎为疫情背景 那受到影响之后 义公司他确实遇到了经营困境 导致财务资不抵债 无力偿还 写在这了啊 应收账款有500万元 无力偿还 注册外师来审计的时候发现 在资产负债表上 这项应收账款 它劣势也好 披露也好 劣的金额500万 好了 问题是 风险可能在哪 相关的认定到底是什么 咱们来琢磨琢磨 首先啊 第一点 这500万的应收账款 是不是真实的呢 是真实的 你公司是我们一贯合作的客户 合作的情况一直都比较稳定 比较好 这事不是假的 出库单啊 销售单啊 发票啊 什么的都有 客户已经签收了 货已经过去了 真的 这个交易没问题 有没有遗漏呢 隐瞒呢 也没有 人家把收入 把应收账款都确认了 500万 那问题是什么 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可能无力偿还 可能有信用危机 这种的本质 就是这项应收账款 可能要坏账 或者你说可能要减值 所以我把关键词写在这儿啊 减值的问题 但是刚才那一分析 原值就是500 你列的还是500 你完全没有考虑减值的因素啊 所以由刚才我们在利润表那儿学的例子当中 也能推断出来 它很显然 它没有去记题 信用减值损失 注意啊 不是资产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的金融资产的减值 放在信用减值损失当中 所以写在这儿 叫做信用减值损失 它压根就没提 所以呢 它不完整 所以写完整性 这个咱们刚才就研究过啊 刚才研究的是 无形资产的资产减值损失 现在咱们研究 应收账款的信用减值损失 它不完整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它在记题信用减值损失的同时 它会影响到应收账款账面的计价 没问题吧 那说明你账面记价肯定是记得不准了 因为简直你都没考虑 所以我在这写 还影响应收账款的完整性 可不可以啊 能不能这么写 为什么呢 说这个坏账准备没有记题啊 所以应收账款影响完整性啊 行不行啊 你注意啊 你掉坑了 坏账准备是应收账款的背底项目 它不能单纯拿出来说 它是一个应收账款的附属品 我们只能提应收账款怎么样 不能说坏账准备怎么样 那应收账款呢 它是不完整吗 肯定不是 它是记价不准确 所以你不能写完整性啊 同学们你可别掉坑 那我说 老师我写准确性 可不可以呢 结束了 很高兴 因为账面记值不准确嘛 行不行 你注意啊 也不行 为什么 因为准确性是利润表相关的认定 而我们资产账债表叫什么来着 还记不记得 叫什么 叫准确性计价和分摊 所以你要这么写 影响的是应收账款的准计分 这个认定 而且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准计分 咱就搞定了 能不能写准确性计价与分摊 不能啊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记住这个原则 好 这个例子咱们就说到这儿 发现了吧 比刚才利润表当中复杂一点 对不对 因为资产负债表也进来了 但这个例子很重要 然后呢 我再来总结一下 做题当中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做题 如果出现这种的敏感词汇 小于老师在战略当中 喜欢把这样的题叫做提演 说当你读到这种字演的时候 就要有一种浑身触电的感觉 这也是一样的 当你读到简直相关的情况的时候 浑身必须要一机令 要去想 是不是跟准计分认定 密切相关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第四个案例 接下来第五个 第五个案例 同学们在这儿 你要认真地听一下了 因为这个案例 是我着重要说的 在我们的教材上 包括考试 包括咱们平时理解上 存在一定的争议和误区的地方 就是我刚才讲的 假设被沈单位甲公司 它有一笔 其他应付款 五百万 但是他却把这五百万的其他应付款 寄到了应付账款里 这个本质很简单 就叫做创户 就是创户 没什么可讨论的 非常清晰明了 那这种创户 我们写什么呢 按照我们的教材 那个白纸黑字写的 它让你写分类 我们就可以写 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的分类认定 因为创户了 但是小金老师刚才说过了 理论也好 实操也好 业内专家也好 权威机构也好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真题 人家不写分类 完全白纸黑字 可查询 可追溯 人家真题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 不写分类 写什么 写的是 应付账款五百万 它不存在 所以他写 应付账款的存在 他应该在其他应付款里 说明应付账款没有存在的 其他应付款呢 他写完整性 他认为 其他应付款 这个余额被遗漏了 不完整 所以不要写分类 因为真题 就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去给分的 有些人说 老师我非要写分类 行不行 严格来说 我如果是阅卷老师 我绝对不能算你错 为啥不能算你错呢 因为咱们教材 真的就是有这个认定 可是呢 你为什么要担这个风险呀 因为人家 历年真题当中 明确的给了 这个答案 包括就这个答案 我也向权威专家求证了 人家的思路 观点 和我刚才给讲的这个 完全一致 认为资产不债表 不谈分类 就谈存在和完整性 所以大家就乖乖的这么写 认真听我讲 这就行了 能够理解了吧 好了 讲完这里之后呢 我们把这里的 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例子 给大家都说完了 初学认定的同学 就会有一种感觉 脑袋嗡一下 就这么大 那有六个 这有六个 虽然呢 小金老师摘菜叶子一样 告诉你 哎呀 这个不考 那个不用学 然后这个呢 一般了解 重点掌握的 可能是那么几个 但是依然有一定的难度 依然需要大家花点时间 琢磨琢磨 深度思考 弄明白了 那最后的这个时间 我想给大家说 这些例子听完了 别忘了 先定性 再定量 别忘了不要开倒车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说 老师 讲了这么多 这么多的精髓 这么多的核心观点 这么多的解题方法和技巧 我没有完全记下来 今年啊 咱们的这个书呢 是留有笔记区的 更加方便大家记笔记 但依然记不下来 因为呢 我主要是认真听 消化吸收 不然的话 笔一动 脑子可能跟不上了 没问题啊 于是呢 我把刚才所讲的这些 所有的方法和技巧 应该说毫无保留的 一五一十的 全都写在了解题高手当中 这个解题高手啊 应该是咱们这本书 应该是数一数二的 比较长的这个解题高手了 其他几张也有几个 但是这个真的算很长 足足写了 加在一起啊 有两页 你看啊 这有小半页 这有一整页 再翻过来 还有小半页 这些内容讲的 就是我刚才在课堂上 给大家介绍的 所有解题的办法 理解的要点和要义 一字不落的 全都写了 目的就是 即便你上课没来得及 把那些要点都记下来 但是解题高手当中 都是有的 所以各位小伙伴 接下来的时间 大家利用课间的十分钟 我希望大家 把解题高手 从头到尾 给咱读一遍 然后认认真真的 把重点再画一画 你看 列报认定 怎么学 这第一点 第二个 利润表的认定 怎么理解 有什么样的例子 资产负债表的 怎么理解 有什么例子 还有 刚才我说的那个争议点 怎么去把握 为什么这么把握 都写了 请大家认真看一看 然后学完了认定之后呢 我们后面啊 有一个典力研习 1-5 还有一个1-4 这个简单 后面这个复杂 这是我们今天的 课后作业 大家结束今天的学习之后呢 今天咱们下课之后 回去 把这两个题 给咱认真真的做了 做完之后 我们周六上课的时候 这两道题 我带着大家再温顾一下 顺便 咱们再把今天讲的认定 复习一下 巩固一下五分熟 我觉得这样呢 就会比较好 所以给大家 有这两道题的 课后作业的布置 大家注意啊 一定要完成 行 学完认定之后呢 挺烧脑的 挺不容易的 但是呢 给大家该讲的 应讲的 我基本都点到位了 五成熟 就到这个火候 希望大家呢 花点时间 然后下点功夫 我们课间 休息十分钟 十分钟之后 我们回来 再继续讲解 后续内容